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所以从我刚出生就知道爸爸妈妈都会去打网球 你没有问爸爸是不是当初就是靠网球爸妹 我想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从这个家庭的样貌就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因为我对很多家庭的研究就是说 其实因为你们家是网球世家 因为如果父母亲对自己的工作 不管是白面摊公务员或建筑业什么 就如果父母亲很热爱自己的工作 然后他会表现出对这份工作的一种热忱 然后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代 他的下一代可能从事相关工作的机会就非常的高 所以你们已经过这一关了 就是爸爸妈一定是回去跟你们表现 网球真的很棒很棒 上次你们就会喜欢 那第二个就是说在那种青少年的时期 就是各位一定是在所谓的叛逆期上面 尽管也许我们在想法表达上面 会因为我们成长的阶段跟父母亲 有一点点语言或各方面可能的小冲突 可是在于选择网球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是会坚持下来 然后我觉得第三点更不得了 就是两个姐妹居然都还可以一起学网球 而且还双打 姐妹都没有任何心结 因为有些有些妹妹 譬如说看姐姐这样就会有压力 那姐姐有时候看妹妹 哇后来居上又打得这样 也会心里面有一点 会有这样的这个过程吗 我觉得小时候其实就是 因为姐姐毕竟比我大四岁 所以她打球比我还要早 然后但是她是七岁开始打 那我可能三十岁我跟着她到球场 我也想要玩可是那时候爸爸就是只有教她 然后想说因为我还很小嘛三四岁 那我就是想说不行姐姐做到的 我一定要可以做到 所以她在球场上练了三个小时 我可能就在旁边自己打墙壁 自己玩了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正向 因为我们在很多家庭的修行前 我觉得不只是这种球类的 就是钢琴啊技能啊甚至是考试成绩 譬如说我现在都已经年到中年了 然后有一天我就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聊天 然后她就很可爱哦 她是一个很大的企业的董事长 然后管理好几百名人工 我说我看你这么优秀 你应该是从小跟你哥蛮竞争的 对不对 然后她突然回忆其他同学 她就告诉我说对 我小时候就非把她就是打垮 然后才能够竞争到我父亲对我的关爱 我就说你们这好恶性 我今天看到这一对姐妹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正向很良性 所以其实姐姐以前小时候回顾小时候 在看着妹妹在球场上面要跟着玩干嘛 其实你还是会非常的包容鼓励 不会觉得说这个小讨厌跟屁虫 我觉得她当时的热情是没有人可以阻止得了她的 她是拿拖着一支球牌 然后到处找俱乐部的那种叔叔阿伯 跟她打网球 所以你其实不知不觉会被她感动 所以其实因为妈妈竟然有来到现场 就可以看到这个家庭是如何的 一团和乐的在网球这个事业上面 不断的往前进 而且今年经过了很多激烈的比赛之后 回到台湾 两位又参加了很多支持公益方面的 活动是不是 对我们像我们今年七月的时候就在远山大饭店 我们就办了一个夏令营 然后就看到很多很多小朋友跟我们一起 就是参加这个夏令营 然后就回想到自己小时候喜欢打球的那种热忱 可是回想到小时候 其实在一般台湾的家庭或学校里面 就是网球在小学啊 或者是到甚至到了国中 它都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运动 那可能大部分的孩子比较容易接触到 都是什么篮球排球 小时候是躲避球 所以你们那小时候就很会网球 是不是在自己的学习环境里面也蛮独树一格的呢 两位 我觉得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 我妈妈她就很尊重我的兴趣 所以其实我不只学网球 我也学了游泳画画心酸钢琴 所以各式各样都有学 然后 你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我觉得我小时候是那种很想要很忙的那种小孩 对 然后很追求成就感 对 所以我觉得我妈妈很支持我这一块 然后呢 她多多让我去玩玩看 去接触看看 然后她就说 等到我自己哪一天觉得哪一项我最有兴趣 那我们就可以专心在这一方面 其实妈妈是提供一个多元开放的学习的管道 就是各种尝试 到最后 看原来在哪一个部分是真正的有兴趣 表现的特别的天分很明显的 我们就再选择一个方向 那妹妹呢 妹妹有学这么多吗 我从小就是 因为我们会有成操 就是在国小的时候 会6点40到7点20 我们是训练网球 然后7点20之后就给我们 就是网球队的去吃早餐休息一下 准备上课 那我7点20之后 我又去参加其他学校 像你刚刚说 像躲避球 足球啊 然后跳高跳远 天晋那些 所有项目 就是只要是免费 不用让家长知道的 我都会去参加 然后就 就是可能第一节下课才吃早餐这样 哇 其实我一直觉得到现在 我们都觉得说 运动 对身体很好 其实也能够输压 可是在两位 其实因为是女孩嘛 我们在台湾还是有一些刻板印象 觉得说 好像女孩都比较温柔 比较文静一点 那在从事这些 有些网球还是蛮激烈的运动 我想她这个学习是一个技能 她同时对我们身心也是一个疏压 可是参加这些国际比赛 或者很大的比较 从小那一路比赛 其实每一次比赛还是会有压力 对不对 我觉得比赛有压力是很正常的 那我觉得运动员其实 最主要就是你一上了场 那个肾上腺素 你自然而然 你就会那个好胜心就会出来 对 但是其实在球场私底下 我们都还是蛮一般女生的 就是一上了球场 你就会转换成那样的一个模式 而且两位算年纪差了四岁 可是我们现在在 如果现在的听众或观众 有机会在我们的某某TV上面 在镜头上面看到两个姐妹 就觉得说 像他们的整个神韵各方面 其实可能是因为对于网球一起 共同的爱好 所以其实表现出一种 非常接近的频率 所以其实在两位练习双打的时候 双打也是很需要默契的 没错 我觉得因为我们是姐妹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言语 其实就可以 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 对我觉得这个是跟其他 不一样的搭档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强项 结论就还是感情好 因为感情好 这种沟通跟交流 其实它是非常的互动 很频繁的 感情不好 视而不见 我才管你 你要往东我就往西 其实生活一路的成长 那么在网球领域上面 也是越来越接触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看看 这一对姐妹 她们的成长的过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灯